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只默默守在身边 你没拿漏什么东西吧 刚刚看见在家里一个劲儿找 找到了吗 还是没找着 没什么 就是一本小书 我上大学的时候送给公主的 我来吧 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拥抱觉得尴尬 那只是一个拥抱而已 没什么的 你别放在心上 我总觉得那天以后 我们的感觉总感觉怪怪的 我没有 那个拥抱我也参与了 他传达了几根感情我当然知道 其实我尴尬的不是因为这个 是 我想起来那天的前一天晚上 我 我喝得太多了 有点失态 我是不是亲了你 原来你记得 我就是不想因为 让你因为这个吻泳士有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 你喝多了吗不是 再说了 对你这个大美女吻 那即便不是一吻定情 那我也赚到了 对 因为那天我确实是喝太多了 对 你那天喝多了吗 我知道 还是朋友 朋友 这 这 当然 走吧 那我来 我 我来吧 我来 我来 Legieth Let's keen to see you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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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昨天让我帮你找到那外出 我还没有找到了 你卧室没有吗 还没有 那你看了吗 可能当时考试有点忙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看 没事 我就是觉得那是本好诗 我昨天突然想看了 找不到就算了 我下次让书商再进几本就识了 我们吃饭吧 哥 今天几点下班啊 你要下班早的话 你带黎叔出去转转嘛 逛逛街啊 兜兜风啊 看看电影啊什么的 不都行吗 你都配些黎叔吧 我被小张六给你们 刚过年公司不要忙 我可能会搬到十七公寓去住 可是今天是周六呀 你应该回来陪我们的呀 这就是老板的悲哀 您慢吃 凤月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凑合我跟尼哥了 我祝你封家为的又不是这个 亲爱的 我是真心想帮你 我 你 你知道 我是早一点知道你的心事 我一定全力撮合我哥跟你好 但是现在咱们不占这个天是地利人 和我哥他已经 我只是想让他陪你走过这一段最艰难的路 你 我当年没有勇气表白 可能就注定错过这段缘分吧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 就不太赞成我跟她在一起 现在我妈不在了 我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谢谢你 总是听我操心 好 那好 咱们就不提这事了 咱们现在吃 把这些全部都吃光好不好 来 准备 喂 刘刘 你不喝酒的 我不会喝 真的假的 真的 要不就喝一瓶吧 你说今儿我这手艺很样吧 挺好 挺好的吧 那再碰一碰 来 教我做几个 好好好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就好 这其实挺好的 你尝尝 你给我吃 你是不是都不上楼吃饭了 假的没有 公司里都传开了 说大老板家里藏了一个秘密情人 而且还很漂亮 现在呀 凡尔倒不传你们两个了 姓凡的 你是不是叫凡人呢你 我 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八卦什么你 你去边带去 该干嘛干嘛去 这么多人你给我点面子吧 你滚走 那你们慢慢吃啊 我先走 不是 什么情况啊 什么秘密情人呢 是黎叔 黎叔他妈妈去世了 不能担心他 就让他到家里住一段时间 不是怎么又是那个袁黎叔啊 他要干嘛呀他 从一开始到现在 他跟你又是炫耀 又是宣誓主权 他想干嘛我就问问 你行行行 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 遇到这么大的事 你这反应才过分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他风腾的女朋友 是你薛珊珊 不是他原理书 他怎么能让他住到他们家去呢 风腾是跟风月 还要颜总一起住 他 他不是一个人住 宝贝 那你知道进水楼台 这四个字吗 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 他要进水楼台早就得月了 还乐得上我啊 好 珊珊 这世界上有一种爱 叫做恋爱 而且男人有的时候 真的是分不清楚 他对一个女人 是同情还是爱情 现在是袁黎叔最脆弱的时候 同样也是他最容易 反败为胜的时候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 风腾 他最近一直都是跟我一起吃饭 他大可以陪黎叔的 但是他就一直都陪着我 还不够真心啊 反正我是想好了 只要风腾能够真心真意地对我 不管什么流言蜚语 我真的无所谓 薛珊珊 我要是男人呀 我也喜欢你 你真傻 女孩子天真是好事 你太天真的就是傻知道吗 那我问你 秦人爷他陪不陪你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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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呢 你看 我说的吗 他跟你说试试是不是 他跟你说试试 他也跟别人说试 这叫脚踏两只船 你明白吗 我问你 你确定风腾是你男朋友吗 还是只是你男的朋友 还是只是你男的朋友 我郁闷了很久 我说 那个 你爷爷不准过秦恩节 那你父母 就都不过了吗 他们偷偷过 他们偷偷过 那 那我们也偷偷过吧 既然有偷偷过 既然有偷偷过 还是不要送花了 挺浪费钱的 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 要不然我们煮光晚餐 不行不行 这是我薛珊珊二十五年来 第一次过秦恩节 不能再吃了 要不然我们就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又说到吃上了 薛珊 你说这是你第一次过秦恩节 是啊 不会又生气了吧 好 这儿是我的公寓 公司比较忙的时候 都有一个人住这儿 以后我们就在这儿 吃东西 那秦恩节也在这里过吗 如果你忙的话 我可以下厨啊 先不说这个 所以带我来这里是要告诉我 我们不过秦恩节 与男朋友拥有一个秘密基地 是女孩们的愿望清单之一 我意外地进来了这个秘密基地 可我怎么一点都感受不到 身为风头女朋友的快乐呢 叶叶 来 带叶 虽然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是被问起来 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不过黎叔的事跟凤腾的隐私有关 我也不能广播一样 好像黎叔跟凤腾没什么 那反而有一种 死定乌鱼三买俩的感觉吧 什么秘密欺人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难道大老板真的有秘密欺人 我还以为大老板一直是跟你在一起的呢 你们俩真的不是男女朋友啊 每个人一听到我的男朋友 是我大老板 总是格外敏感 连我都能感受到那股氛围 开始无微地敏感起来 可是我跟凤腾在一起的初衷 只是因为单纯的这个人啊 跟他同仙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 我才没跟大老板谈恋爱呢 他怎么会来财务部 那么刚才说的话 他都听见了吗 我也想看见他 我知道 我自己因为情绪敏感 就脱口而出 风腾不是我男朋友 这样有点太不近人情 可是就算我脑袋是清醒的 也还是会否认呢 只是 冯腾这反应 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跟阿佳的谈话呀 如果听到了 他应该会很生气才对吧 我下周要去美国 可能要停留一收嘴了 下周 这么突然啊 下周末就是齐人节了呀 肯定不过了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不是 我没有护照啊 吃饭吧 不能过也不能提的日子 哪里算是情人节嘛 明明就是情人的劫难嘛 说不定对风头来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开始过 黎叔 黎叔 你吃过午饭没有啊 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店 我可以带你去啊 我没事呢 珊珊 回到市区住过正常的生活呗 忙工作 我就当成 我妈还住在老家的时候一样 反正这么多年我一个人都习惯了 糟了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这个花茶不错哎 很好喝 我刚才看菜单上说好像是什么 从欧洲进口的 你要不要尝尝看呀 这个是我特别挑的 叫情人之吻 对啊 这是你的店 薛珊珊 你这张嘴除了吃东西还会干嘛 这些巧克力好特别呀 也是你从欧洲进过来的吗 这个 对啊 这个叫做 甜蜜的情人节 情人节快到了 应景 我想的话销量应该还不错 不过可能你就会比较辛苦了 因为风疼是从来补过情人节的 你也知道风疼不过情人节啊 你也知道风疼不过情人节啊 他没告诉你吗 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 车祸意外走的 那我们也偷偷过吧 既然有偷偷过 还是不要送花了 平常费钱的 当然也不是钱的问题 要不然我们出关晚餐 那情人节也在这里过吗 天不说这个 他没告诉你吗 他没告诉你吗 他父母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 车祸意外走的 薛珊珊 你果然是猪头 不愧说话就算了 还粘在人伤口上撒盐 风疼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辈子都不要过情人节 你的表演 表演的表演 看起来很明显 很明显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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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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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哦 啊 啊 林大 飞车送给你 是 好 奇帅跟客户不知道现在好不好 不行 我再问问方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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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好吗 情况怎么样了 没事了 完蛋了 凤腾一定非常非常生气 我怎么听说你把外博客户撞到送医院了 听说他们好像是来谈合作的 这下人被撞到医院 真气得不得了 直接宣告合作失败 但是什么情况呀 怎么回事 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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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啊 你快说呀 我也不是很清楚 原来就说是山山冲进电梯里面 然后撞到奇帅了 然后奇帅又把那个 后脑勺 用后脑勺把外国人又装 装 疼不疼 你要再按就疼了 我 我不按了 没事 小伤而已 斯蒂文比较残 鼻梁鼓都断了 没想到我后脑勺这么解释 你说山山冲出电梯 那合作完就这么搞砸了 合同倒无所谓 丰腾本来就不太看好那家公司 也没有多想跟他们合作 这次谈合作呢 也只是客套一下 维护一下彼此的面子 山山这么一撞倒也挺好 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应该是丰腾让山山有台阶下吧 依她的个性 对亲密的人 是不会这么客气的 你知道吗 山山中午到店里来找过我 丰腾好像没有把她父母 在前任间出意外的事情 告诉她 你说山山今天去找你去了 所以你跟她说了 丰腾父母的事 我又不知道她不知道 这件事情又不是什么秘密 跟丰腾熟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啊 你说这么大的事 丰腾怎么又跟山山说呢 难道她对她还有所保留啊 难怪山山这么心情 也许 你说哪个女孩 不想过个浪漫的情人节 偏偏这个事情 是丰腾最大的痛处 你说山山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 那你受得了一辈子都不过情人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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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有那么任性的 其实山山也不是任性 她就是不知道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其实我在心里面 已经跟自己说过千百次了 不要因为丰腾和山山的一个风吹草动 影响了自己整个人的情绪 我真的不是讨厌山山 我有时候还觉得她挺可爱的呢 我就是觉得 觉得她俩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你知道吗 你刚才好像 一直都在批评山山 如果我下次还这么讨厌的话 你一定要提醒我 好的 不过我一点都不觉得你讨厌 好 丰腾 我跟丽叔在一起 丽叔中午把你父母的死因 告诉山山了 对 合作案的事情你不用犯在心里 丰腾本来就没有都想要跟她合作 只是把结果提前了而已 这是在安慰我吗 好冷淡的口气 你骂我 我还舒坦一些 你以前中午找我 有什么急事吗 没 没事 没什么大事啊 合作案都破局了 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在丰腾面前 说我只是为了一个区区的情节 就把事情搞成这样 我明天要去美国 去办一些事情 那我去送你啊 不用送了 明天很早 你要好好休息 为什么这气氛 好像要凝结一样让人难受 凤腾 你不如对我发飙 拿我出气 骂我是猪头也好啊 你现在这样 比酷刑还要残忍 珊珊这次啊 不只是要失聪了 搞砸了公司的合作啊 恐怕是要失业了 我看她这次啊 发成是凶多鸡少了 在这种凝固的气氛下吃饭 结果会消化不良啊 可是话说回来 凤腾为什么不告诉我父母的事情 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吃到吗 忘了没资格啊 这真是多香 自己都觉得没资格 好 珊珊 出来一下吧 我有话给你讲 完了完了 严总都找上来了 珊珊这次肯定是要离开了 还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啊 珊珊 不好意思啊 珊珊那天呢 去老宅帮我拿东西 无意间看到黎叔 她那也什么都不知道 跟别人倒出八卦 让这些风言风语 影响你心情了 我已经把珊珊开除了 不是吧 为什么最做事情的是我 去让她离职啊 其实 这是风疼的意思 你要知道 秘书是跟高层走得最近的人 如果她天天把高层的家事 到处乱说的话 那就太糟了 所以 严总找我 不是要请我离职啊 离职 为什么要请你离职啊 我昨天撞上了一个客户 又把公司的合作案给搞砸了 那你找我 不是要请我离职吗 这事儿啊 我们集团呢 本来就没打算和他们公司签约 错不在你 非有压力 所以 风疼说的是真的 不是安慰我 珊珊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黎叔并不是什么风疼的秘密情人 你不会因为这个误会风疼吧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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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我是过来人你知道吗 像咱们这样出身普通的人 和风家的人谈恋爱 是一定会收到很多风言风语的 但你看我和风月现在 不是很幸福甜蜜吗 我希望你能够挺住 相信自己相信风疼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跟我们一样 幸福甜蜜的 我接电话呀 风疼不过全集的原因也是 这次合作案的事情也是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事情的真相啊 就连黎叔不是秘密其人的这件事情 也不是风疼亲口跟我解释的 我明白 我跟风疼之间并没有夹着别人 但我没料到 光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就已经让我如此力不从心 风疼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吗 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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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总我跟你说什么了 你还能待在公司吗 你别说得那么直吧 严总没跟我说理这种事啊 没说 那是不是说静爱令的事啊 对啊 静爱令 严总和你谈话的时候 生活能量上面发布了公告的 对啊 说我们公司的静爱令被撤销了 你害客户受伤搞砸了这个合作案 不仅没被革职 现在连静爱令都与病解除了 你哥老板是不是进行使啊 是不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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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一病解除了呀 就是呀 这下静爱令也在风腾的遥控之下撤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最近表现拼命出错 肯定不是为了想在公司公开练情的 风腾啊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我实在是需要一本 能让我解读风腾的使用指南啊 看来这下我和齐帅有修了 对啊 想多了吧 来来来来 小徐帅小徐帅 小徐帅 来来来来 那个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世上虽没有风腾使用指南这种东西 但至少眼前有为恋爱借的大前辈 而这人恰巧跟风腾很熟 妈 什么事啊 怎么突然想到请我喝咖啡啊 整天这件事 使你很过意不去 如果那天你把我脑袋撞坏了 害公司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创意总监 那你才真的应是过意不去 不过你今天请我喝咖啡 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嘛 别说 让我猜一猜 是不是跟你那天急忙冲出电梯一会 这个你又能猜出来 其实风腾父母的事啊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过一次 不能理解 热恋中的女孩嘛 都希望过一个浪漫的情人节 但是 这个节目对风腾来说是一个阶段 非要让他在这个日子里跟你一起浪漫甜蜜的话 是没有人太为难他了 所以呢 也希望你能够提他提他 我知道 可是风腾父母根本没有跟我提的这件事 他可以对见他什么的形式 他大可以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他的想法 或者是说真正的原因 你 说实话就简直不说 就让我觉得 嗯 我离他好遥远 你可千万不要乱想啊 风腾这个人呢 心思比较细腻一点 他不说 肯定是想找个适当的时机来告诉你 毕竟你们两个人才刚刚开始交往 在情人节前夕跟你说这些悲伤的话 未免也太沉重了一点 我虽然不够激烈 但这点人情事不还是懂的 他为什么就不跟我说呢 以我对风腾的了解 当他心思越细密 越让人看不懂的时候 就说明他越在乎你 虽然你看不懂风腾 但不能否认 他正在用他自己的发誓跟你谈厉害 什么意思 风腾腾就跟我说 要看他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就是这意思 可是我又不听 万一搞牙子怎么办啊 风腾这个人啊 在事业的容忍怀念很小 不允许犯错 但是在爱情的世界里啊 就你薛珊珊那点小心思 随便你横冲直撞 你碰不到他的底线 谢谢你啊 到饭店了 虽然奇帅的话让我安心不少 可是几天下来 跟风腾的远距离对话 让我怀疑 奇帅是不是也想错了风腾的心思呢 在忙也要按时吃饭哟 吃过了 大老板金口一字千金 每次都只是三字真言 不过每条信息也都回复我 是在包容我吗 但只包容不说明 其实应该也叫做忍耐吧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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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金口一字 还给我的一颗 是吗 你这么说的 有男朋友只能忍耐的女朋友 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女朋友吧 我实在是太迷茫了 甚至连风疼要把我甩了的想法都想过 如果就这样散了 虽然算是落得轻松 但总觉得有点难过 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解释庆祝 也不给我一个平反的机会呢 好吗 宇渭宇 祝你快乐 谢谢亲爱的 好漂亮 你去看电影啊 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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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凌晨班几回 名载有事在找你 找我聊 聊什么呀 不会是想跟我摊牌吧 宇渭宇 你试用期表现得很不OK 很抱歉 你被开除了 如果是工作 还有个工作评量标准 知道自己哪边做得不够好 但爱情无关对错 全凭感觉 只要有一个人想分 那分手这件事情就可以被成立了 原来爱情比想象的还不可靠 好 啊 馮藤真的零点才能回来吗 你说会知道馮藤的行程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 袁立叔在吗 你是来找袁小姐的 是吧 她今天提前走了 走了 对 是这样 你如果要找她的话 明天下午来吧 听说她明天下午要去扫墓 明天上午去扫墓 对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扫墓 是扫风堂父母的墓吗 我始终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 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拂顶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 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 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 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 你投入就害怕失去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 可想你还是情不自禁 心疼地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爱想你 还想你 总是尘不由己 明知自己 天自己 也无法再鼓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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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